各位朋友大家好 风起龙熙开播了 所以呢 按照惯例呢 我们就先来聊聊这部剧的历史背景 毫无疑问 大的历史背景 这部剧肯定是坐落于三国时期 三国呢 是从公元220年曹丕篡汉开始 到公元280年西晋灭屋为止 总共是60年的时间 而具体到这部剧 它坐落的时间应该是在公元228年的春天 就在这一年 蜀汉的诸葛亮向曹魏政权发动了第一次北伐 那么在第一次北伐战役之前 蜀汉政权是面临什么样的状况呢 是不是已经强大的不可一世 是不是已经强大的一州荆州都装不下它了 还真不是 应该说这时候的蜀汉已经是风声鹤唳 摇摇欲坠 咱们把时光往回推几年 在公元219年关羽兵败荆州 三万兵马没了 随后黄泉叛卫流丰兵败 两万多兵马又没了 更惨的事情还在后面 到了公元222年 刘备为了给关羽报仇 又发动了对东吴的战争 最后在伊陵被东吴的大将军陆逊运用火攻 蜀汉军队大败五万多人马没了 这场战役也就是我们在三国演义中看到的火烧连营 这样从公元219年到公元222年就这几年的时间 蜀汉政权的十几万精兵全部灰飞淹没 这对于蜀汉这个小政权来说 这几乎是他的倾国之兵 所以当刘备在白帝城轰事 将国事全部交给诸葛亮的时候 这时候的蜀汉政权可能连半条命都不够了 这就正如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说的那样 今天下三分一周疲毙 此城危机存亡之秋也 而且被托付国事的并不仅仅是诸葛亮一个人 还有一个人在剧中也有出现 他就是李延 刘备托付国事的模式是亮主 延辅 为什么不全部托付给诸葛亮呢 这是因为刘备也要权衡各方面的势力 当时在蜀汉政权中主要有两股势力 一股是以刘备 诸葛亮 关羽 张飞 赵云等人为代表的荆州派 这一派是出于领导地位 还有一派就是以李延为代表的益州派 又叫东州派 他们大部分是由益州的旧主刘彰的部下所组成的 所以益州派也就是本地派 在当地有着浓浓的乡土情 在政坛上也是一个不可小视的力量 李延虽然不能威胁到诸葛亮的主导地位 但是呢平时搞搞内耗 搞点小动作 给诸葛亮添点麻烦什么的 这方面他还是乐意为之的 而且这个人呢也是颇有心计 有一句成语叫富有林甲 说的就是这个李延 后来在诸葛亮发动第四次北伐的时候呢 李延是负责军需粮草的供应 但是呢后来李延说军需粮草的供应不足 劝诸葛亮退兵 无奈之下诸葛亮只能退兵 可这个李延却到后主刘善面前告状 说粮草均需供应充足 不知道丞相为什么撤兵 这样使得刘善很生气 就质问丞相诸葛亮 最后诸葛亮拿出了他与李延之间的所有的通信记录 证明是李延说的粮草均需不够了 所以才撤兵的 诸葛亮又联合其他的各派势力一起弹劾李延 最后李延被罢处为平民 这场政坛风波到现在也是一桩一案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李延不应该这么蠢 明明证据都在诸葛亮的手里 他何必要诬告诸葛亮 所以呢 有的史学家认为 这是诸葛亮运用政治手段联合各派势力 对李延集团展开的一次政治清洗 李延最后当得知诸葛亮在武藏元归天 他再也没有机会被重新启用的时候自杀身亡 那么在公元228年之前的蜀汉 也就是在北伐战役之前的蜀汉 在面临如此困难的内外环境的时候 丞相诸葛亮为什么还一定要发动北伐战争呢 难道他是嫌蜀汉还死得慢吗 所以干脆自己做了一把总加速师 一脚油门脚都差点踩进油箱里了 让蜀汉早死早超生 诸葛亮是这么想的吗 当然不是 首先第一次北伐战役是发生在公元228年 这时候距离仪陵兵变已过去了六年时间 在这六年时间里 诸葛亮是专心致志的主抓内政 甚至于益州南部当时爆发的几次少数民族起义 诸葛亮都视之不顾 而专心于发展益州本地的生产 大家所了解的诸葛亮主要是在于他在军事方面的成就 而往往忽略了他在内政方面其实也是一个不是出的天才 他的很多的内政思想包括以法治国的理念都为后世所效仿 除了发展农业以外 诸葛亮还在属地大力的推广丧残业 其目的呢 就是要进一步加强他们在国际市场上属锦的竞争能力 属锦在当时可以说是属汉政权最重要的外贸产品 属锦也是当时国际市场上的硬通货 是可以当作货币来使用的 除了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以外 刘备入属以后呢还对内对外发动了一场货币战争 这场货币战争就是通过发行直白武输钱来运作的 所谓直白武输钱就是这枚铜钱呢 直一百枚传统上的武输钱 在汉朝的时候就发行了大量的武输钱 所以武输基本上是一个货币的计量单位 书本身也是一个量词 差不多是二十四书为一两 直白武输钱是由差不多三枚的武输钱的铜所制成 所以它的重量差不多是三枚的武输钱 但它的面值却是武输钱的一百倍 所以如果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来说 这就属于虚发货币 那导致的结果必然就是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使得民间的财富大幅度缩水 但是统治集团的财富得到了大大的增加 大家可想而知直白武输钱上市以后 以前的标准的武输钱肯定会被慢慢的挤出市场 这个呢非常简单 只要官家回收三枚以前的武输钱 经过农炼以后再筑成现在的直白武输钱 面值就翻了不知多少倍 这样的利润率恐怕连制毒贩毒都比不上 所以最终也就形成了现在经济学家所讲的 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 比如说曹魏政权就曾经依旧发行以前的武朱钱 但是碰到了这直白武输只能是黯然退场 最后逼得曹魏 要不然你就用这个直白武输 要不然你就只有乙物义物 而蜀锦呢又是蜀汉政权的垄断产品 所以蜀锦加上直白武输 就使得蜀汉经济进入了他的发展的快车道 不过呢发行直白武输 这种通过发行货币来发展经济的手段呢 无异于是饮振止渴 最后的蜀汉经济崩溃 也与直白武输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另外呢我想强调一句 直白武输是刘备进入一周以后 听从了一位叫刘巴的大臣的建议发行的 所以这并不是诸葛亮所为 刘备也通过这种手段 实现了他的第一个小目标 所以啊诸葛亮就用了大概六七年的时间发展蜀汉经济 到了公元228年以前蜀汉的经济呢 已经发展的不错了 有了一定的经济储备 这也为诸葛亮发动北伐提供了物质准备 那么问题又来了 既然国内的经济环境还不错 那么诸葛亮为什么不专心发展生产却一定要进行北伐呢 我想这其中的原因呢大概有以下几点 第一诸葛亮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他在出诗表中就写道 光复汉史还于旧都 此臣所以报先帝 而终陛下之直分也 诸葛亮北伐是为实现先帝刘备和他自己的终生夙愿 第二是等不起 当时是天下十分 曹魏七分 东吴二分 而蜀仅占一分 他只有一周之力 大家知道东汉末年天下大乱 北部的中原地区是战乱发生最严重的地区 这也使得当地的经济呀 农业生产受到了极大的破坏 大量的人口也迁出了中原 这样才使得像义州 荆州这些地区呢 有所发展 如果诸葛亮这时候偏安易于 他非常清楚的知道 如果北方的中原地区也同样的安定下来 那他恢复生产的速度发展潜力 是远远大于义州之地的 虽然说蜀汉政权占领着成都平权 天府之国 是一个盛产粮食的地方 但是他的发展毕竟是有极限的 他的经济规模各方面的能力 与早就发展起来的中原地区 那是没法比的 所以一向具有战略眼光的诸葛亮 非常清楚的知道 如果大家都相安无事的话 那过不了几年 曹魏的实力将大大增强 所以说诸葛亮的北伐实际上就是为了托曼曹魏政权的复兴速度 这个很可能当年诸葛亮未出山之前就已经预料到了 他在《龙中队》中曾经这样写道 外劫好孙权内修正礼 天下有变 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今已向晚落 将军身率一州之众出于秦川 百姓属管部单时胡江已迎将军者乎 成无事则霸业可成 汉事可兴矣 所谓天下有变 那么如果天下已经大定没有变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这个很简单 那就制造点变出来 所以诸葛亮开始北伐 刚才还提到了汉事可兴 蜀汉政权呢是我们在史书上这么称 但实际上他们就叫汉 之所以叫做汉也非常简单 那是因为刘备自称是中山靖王之后 那么刘备到底是不是中山靖王之后 他是不是假冒的呀 中山靖王刘胜呢 是汉景帝的庶子生母贾夫人 他也是汉武帝刘彻的义母兄 这个中山靖王啊 在历史上的最大贡献 可能就是生了120个儿子 儿子在生儿子 可以说是子子孙孙 无穷愧也 所以刘备说自己是中山靖王之后 这个还真的不好查 不过根据史料记载 刘备确实是中山靖王之后 刘备的父亲和祖父呢 当时还都在做官 所以在祖谱上还是有迹可循的 那么出身如此高贵的刘备 怎么最后混得那么惨呢 这个也没什么可奇怪的 刘邦的长子刘肥的后代刘盆子 最后不是还放牛呢 那么刘备为什么称自己是中山靖王之后 而不直接称自己是高祖刘邦之后呢 但是呢 根据礼法在子寺中有大宗与小宗之别 所谓大宗呢 就比如说刘邦的太子刘盈这一只就是大宗 再以后汉文帝刘衡的太子 就是后来的汉景帝刘启 他的这一只就是大宗 所以太子所在的这一只就是大宗 皇位就在大宗中传承 而其他的皇子 比如说中山靖王刘胜 那就属于小宗 中山靖王也被称为别子 而别子这一只的后代 他们对外不能称自己是高祖刘邦的后代 只能称是这个别子的后代 就是中山靖王之后 如果他自称高祖刘邦之后 或者在祭祀中祭祀的是高祖刘邦的话 那么他就是犯了僭阅之罪 所以各个分支的先祖就是他们最早的那位别子 而能够直接称自己是高祖刘邦之后 又能够直接祭祀刘邦的 只能是大宗的后代 和刘备情况类似的还有一个人 这个人的先祖也是汉景帝刘启的别子之一 这个别子叫长沙定王刘发 大家知道汉景帝特别能生儿子 儿子多的好处之一呢 就是你不知哪块云彩会下雨 在后世的中山靖王这只下了刘备这场雨 而在之前长沙定王刘发这只下了一场更大的雨 这位羽人就是东汉的开国皇帝 汉光武帝刘秀 好了 现在我们把时光再拉回到公元228年 这一年诸葛亮率领蜀军发动了第一次被发 曹魏的军队绝对没有想到蜀汉会发动进攻 因为几年前的伊陵之战使得蜀汉元气大伤 曹魏也放松了他们在两国边境上的防御 所以当诸葛亮发动进攻的时候 陨西五郡中的三郡 天水南安安定 就直接叛变投入了蜀汉的大营 当时使得魏明帝曹蕊大经亲自来到长安坐镇 并派见大将张和派兵救援 兵贵神速张和的第一战就是接亭 这样就最终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接亭之战 接亭之战众所周知最后是蜀军失败 但他们失败的原因可并不像剧中所说的 是在情报方面出了问题 实际上张和将进攻接亭 这对于蜀军来说是毫无秘密可言的 如果说有情报方面的问题的话 那只能是他们对张和的进兵的速度 和他们的兵力人数没有做出充足的估计 他们没有想到本来预计二十多天张和的军队才能到达接亭 结果张和只用了十几天 而且兵力也是足足有五万之中 而诸葛亮派给参军马素只有不足两万人马 不管是在三国演义还是在三国制中 对于接亭之战的记录都差不多 都是说马素到了接亭以后 并没有按照以前 诸葛亮吩咐他的要在山谷间扎营立寨 而选择了在两侧的山上扎营 而且马素还不听王平的劝诫 这样等到张和大军来了以后 首先切断了蜀军的水源 在山上的蜀军没有水 很快就慌乱起来 最后是不战自乱 蜀军大败 因为失去了接亭 使得诸葛亮的部队前后无据 最后只能退兵 第一次北伐就此结束 诸葛亮灰泪斩了马素 又自贬三级 虽然说史料上说的非常的明确 但是一直以来 有不少的史学家 对接亭之战失败的原因 有着不同的看法 首先肯定不是情报工作方面的失误 当时三国时期并没有像剧中所说的那样 有类似于斯文曹这样的 专业的情报机构 不管是蜀汉曹卫还是东吴 他们虽然也进行大量的情报搜集工作 但是呢并没有这样的专门机构 他们的情报都是最后集中于各自的丞相府 最后 给各自的皇帝 所以斯文曹这个机构是剧作者杜撰出来的 那么如果不是情报方面的原因 那肯定就是用人不当了 当初在派遣谁去当先锋这个问题上 很多人建议是派魏延无疑这样的经验丰富的老将 但是诸葛亮最终还是选择了自己的参军马素 那么马素真的这么不中用吗 熟读兵书深得诸葛亮信任的马素 为什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将自己的军队置于死地呢 有些史学家认为 马素也是不得已 因为等到他赶到接庭的时候 看到接庭的样子 与他预料中的样子是不一样的 在他的预料中 或者说在诸葛亮的预料中 接庭是一个重要的关爱 接庭是两边是高山 中间是一块平地 在平地之上 过去是有一个军寨的 可以做防御之用 但是等到马素赶到接庭的时候 他看到的这个军寨 已经是不堪大用破损不堪 而张和的军队又比预期来得早 所以马素根本就没有时间 让他的部队重新加固营寨 而且接庭已经是曹魏的地盘 所以他以前营寨的防御的方向 是面向蜀汉 就是面向西的 而现在却要面向东 面向从长安赶来的张和部队 这样他的防御能力 自然也就大大的降低 而失去了营寨的屏障 只有区区两万人的蜀汉部队 是肯定挡不住张和的五万大军的 也许马素就是在综合考虑了以上因素以后 决定放弃平地而移向了高山之上 他大概期望的是张和部队来了以后 会立即攻山 这时候他就可以依据有力的地形 以及蜀国的强大的连弩 给张和部队以致命的打击 但是他确实忽略了水源的问题 或许他也考虑到了水源问题 但是呢 他可能觉得占据高山 这样能够一致张和部队的时间 比在平地驻守要长得多 毕竟没有水 也不会马上就死人的 所以说呀 接庭之败并不仅仅是在于用人方面的问题 即使是换一位将军来 他可能也会面临这么一个取舍的问题 而失败的原因也与对接庭的现状 以及对张和军队的进军速度估计不足 有很大关系 所以呢 在这方面作为主帅的诸葛亮 也是难辞其咎的 至于后来的挥泪斩马素 之所以挥泪 一则是因为马素确实是一个人才 二则诸葛亮不忍杀之 但又不能不杀之 毕竟马素立了金令状 毕竟诸葛亮一向是执法严明 毕竟国内还有另外的一股政治势力 一定要有人为接庭之败 背锅的 马素当时立的军令状势 如果失败 齐斩全家 但诸葛亮最后并没有杀了他的家人 而且还把马素的儿子收为了义子 并且照顾他的妻小 像马素活着的时候一样 马素备斩以后 诸葛亮是亲血济闻 哀伤不已 十万大军也因此垂涕 在以后的争容岁月中 诸葛亮也无数次的发出了 误辩查诸将 皆无人可受的悲叹 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鼠中无大将 廖化作先锋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夏杂谈 富然克甲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节目再见